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游戏呢 是一款休闲竞速的游戏 叫做跑,没错 英文名字是阿尤文3感叹号 不接受其他任何反应就叫跑就行了 因为这个英文单词是我少数 不对,那叫为数不多认识的英文单词之一 这地方上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死亡的方法 掉到这个黑色的洞里 就是算是雪的地方 就算我们死亡了 游戏的方式呢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左滑或者右滑的方式 来改变这个墙体 不对,就是自己跑的 跑哪面的问题 然后通过向上滑动屏幕 会跳一下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这个带有裂缝的白色的东西 它是算是可以跑 但是碰一下吧,就会掉 而且不是像我们别的游戏那种 它自己掉 和它连着的部分也会掉 所以说可能碰一下之后呢 别的部分也没有了 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 这是外星人吗,应该是吧 可能是帮助外星人逃离什么 宇宙里的太空站 这地方我跑下去了 没有办法 那就重新帮你跑一次 这个游戏本身我个人认为难度 在前期不算很大 因为速度也不快 障碍物呢也没有 它只是躲避脚底下的东西就可以了 不用考虑其他的东西 但是可能有一面是全是洞 你需要换一面跑 这样的话可能 就是拼反应了 就是大家不要光看自己脚底下能不能过去 也要注意一下前往 是不是缺少很大一块部分 然后让我们跳不过去 如果跳不过去的话 那只能换一面墙跑了 一面墙是行不同的 游戏本身的难度呢 如果不考虑可能有的人 云这种就是旋转墙 我就见过一个我同学 就是他玩这种游戏玩不明白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点云这个旋转的这个效果 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话呢 难度大概在三星左右 不算太难 但是你要说简单吧 它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这里到了第九关 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 也可能是因为我跑的是基础关卡 所以说没什么太多的陷阱 可能大家跑到后边就会出现什么 有的地板是假的 就是明明是一个颜色 但是它会断这种情况 今天 给大家带的游戏呢 叫做跑 阿余文散发感的号 不接受别的反应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呢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的其他游戏 我将为您带来 该游戏和其他游戏的游戏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requiresEn龙